欢迎收看说叔女孩 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伙为了复仇敢于和老虎搏斗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被森林包围,常常被老虎清洗的村子 故事主人公名叫老木 是村人口中代代相传的打虎英雄 老木小的时候,父亲为了保护他和刚出生的弟弟 被森林里的老虎死咬至死 愤怒的老木当即决定为父报仇 他请求自己的叔叔帮忙,在森林中不下陷阱 随后独自一人前往老虎的洞穴 将其从洞中一路引到陷阱旁 利用陷阱减缓他的动作 最后用手中的毛杀掉了强壮的老虎 第一次击杀老虎时,老木还是个孩子 因此他的勇猛事迹立刻传遍了整个村庄 他也被人们尊为打虎英雄 从那以后,一旦村里有人被老虎杀害 酋长就会亲自上门,请求老木帮忙 时光荏苒,老木渐渐长大并娶其生子 这一天,老木的舅舅告诉他 他随意猎上老虎的事情被互联员发现,为了躲避追捕 老木只得暂时到自己弟弟的老板家里借助 为了报答老板的收留 老木帮老板从他的死对头手里救回了被绑架的儿子 被老木的英勇神神折服的老板 越来越欣赏老木的能力 并拜托他在自己的公司帮忙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老板做的生意居然是贩卖毒品 这一天,当地的警察悄悄找到了老木和弟弟 希望他们能帮忙拍摄老板的毒品加工厂 以此作为证据逮捕老板 老木和弟弟犹豫之后答应帮忙 然而不幸的是,弟弟在拍摄证据时被工厂的人发现 并被抓起来虐打 得知情况之后,老木立刻赶过去支援 并与工厂的警卫撕谈起来 就在两人即将撑不下去的时候 警察终于赶到逮捕了工厂里的人 不过可惜的是,老板竟趁乱逃出了工厂 本以为一切已经结束的老木刚刚回到自己的家 就遇上了来找他的酋长 酋长告诉老木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又有一只老虎袭击了村庄 这次,老木女儿最好的朋友都被咬死了 与此同时,心怀仇恨的老板 雇用了一帮打斗高手 网战了老木的舅舅 埋伏在森林里想要杀掉老木 不顾自己妻子的劝阻 心怀仇恨的老木带着武器走进了森林 他首先遇到了老板雇用的那些打手 经过一番打斗之后 老木仅凭一把飞刀就击败所有人 老板见形势不利 立刻威胁着舅舅挡在了自己面前 见此情况,老木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正在他思考对策时 旁边的山谷下突然传来了老虎的叫声 老板露出势在必得的表情 他一边将舅舅推下山谷 并对想要对他攻击的老木说 再不赶紧下去,舅舅必死无疑 时间紧迫,老木值得暂时放弃攻击老板 但他也没有打算放过他 老木终身跳下山谷 并扔出手上戴上了自己的飞刀 勒住老板的脖子,也将他带下了山谷 山谷之下,老虎正虎视眈眈的盯着瑟瑟发抖的舅舅 老木立刻跑上前,吸引了老虎的注意 与他撕打着远离了舅舅身边 打斗之中,老木趁老虎朝他扑过来的时候 迅速翻身起跳 用手中的飞刀刺中了老虎的背部 见老木渐渐站了上风 不愿让他轻易胜利的老板抓死一旁的舅舅挡在自己身前 出声吸引老虎的注意 听见声音的老虎果然朝着两人冲了过去 见老虎冲到自己所站的石头下面 老板得意地将舅舅扔下了老虎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老虎并没有理会从他身边滚流下去的舅舅 而是冲到石头上面咬死了老板本人 趁着老虎撕咬老板的尸体之时 老木朝着他丢出了自己身后的毛 毛深深地刺入老虎的身体 宣告着老木又一次的胜利 故事的最后 老木带着舅舅回到了村庄 与自己的亲女重新过上了平静安详的生活 讲完这个故事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您是故事中的老木 在明知有人埋伏的情况下 还会前去猎杀老虎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 喜欢电影子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关注下说书女孩 我们下集再见